貨櫃車一展開詮釋小朋友們喜愛的故事書 不但外觀有鮮豔的塗鴉 裡面還有空間讓小朋友練習寫字 老師你看我的多 教育部長蔣偉寧受到氣氛的感染 也在現場為小朋友們說起故事 那個宇宙剛剛才開始有的時候 我們知道宇宙怎麼形成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聽過宇宙怎麼形成的 沒有 宇宙在剛開頭之前 那宇宙不知道什麼好像都沒有 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可是在差不多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有一個我們叫Big Bang 叫做大爆炸 還不時問問題與小朋友做互動 小朋友的反應也非常的熱烈 很快你們對不對 你們很快樂的長大 跟無雅我姊姊也四年級 喔你姊姊也四年級啊 那你叫什麼名字呢 劉雅琳 劉雅琳 可是你的牙齒要顧好一點 是不是 要顧好一點 有沙牙嗎 這次視察的書屋 讓部長了解學童閱讀的狀況 同時也對於台東偏鄉地區的學校 做更進一步的關心 那我既然到了這個台東這裡來 特別看看學校的相關的 教學的情況啊 設備的情況啊 也可以做我們未來進一步 要推動這個事情的一個重要參考 這個偏鄉跟城市的區域的 在教育資源這方面 是不是比較均勻啊 我想我們還會進一步的了解 我的了解是說 持續的都有在做啦 所以 所以有一定的條件了 台東在教育上的資源不足 一直是個大問題 期盼透過部長的親自到訪 能真正為台東做出相關的幫助 減少城鄉之間的落差 東台新聞將軍庭陸也相報導